我們兩個來看 其實大家非常關心台積電 台積電這個等了很久 我們看到新春的ADR再創新高 那麼當然從這個ADR換算過來看 其實這個我們剛剛講 差不多台積電要七百八的水準 但通常溢價空間差不多是 我們的這個ADR會比這台股 差不多溢價個一到兩成 所以今天反應差不多是 將近要一成的空間 我想問一下台積電 以今天的這樣一個價格 有沒有可能再創新高 台積電創新高是一定會啦 然後再來小資族 現在壓稅請 你可不可以來壓這個台積電零股 不好買 其實很多 最近很多投資人都講一件同樣的痛苦 就第一個台積電能不能夠買 台積電說實在話 來到這個時間點 台積電你要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 台積電以現在的子力率來說 真不能買 各位真不能買 為什麼 它幾乎跟美國公債一樣 可是問題是美國公債不會成長 台積電會成長 台積電是一間多恐怖的一個公司 我把它量化給各位聽 台積電它一年賺的錢 例如說台積電它的上一個季度的話 它賺錢是賺多少呢 賺5100億 可是它投資投資多少錢呢 它投資7800億 台積電在上上個季度 它賺賺多少錢呢 它賺了大概4000億 它的整投資金額呢 它投資又投資了4800億 那很多人會說奇怪了 台積電它是不是瘋啦 它為什麼每一次賺的錢 都把這些錢全部都拿來做投資 可是各位 台積電一邊把它賺的錢 全部都拿來做投資的過程當中 它鼓勵有沒有掃發給你 沒有 所以台積電它最恐怖的一個地方是 目前這個叫做賣方市場 那賣方市場有什麼呢 賣方市場就是價格台積電說的算 所以目前在高階的這些晶片上面 7奈米10奈米以上台積電說的算 而且台積電不但它說的算 它的目前的市占超過50% 那現在最大的一個麻煩就是 萬一如果美國政府來到這個地方 它不開心 它覺得說 那我已經所有的事情都被你台積電給抓住了 該怎麼辦 但目前來說的話 美國政府它不開心 它會放在心裡面 為什麼呢 美國政府他們在2020年的一個 國家計畫裡面 他們有一個叫做晶圓代工法案 晶圓代工法案 現在他們總撥款是250億美金 要補助 有辦法去做先進製程的 但好處是在於 目前未來在美國 只有兩座新的先進廠 會再開出來 一座是台積電 一座是三星再開 250億美金 我們把它出於二 台積電大概可以拿出 拿到120億到130億美金的一個補助 也就是說 台積電它現在等於去美國開場 是半買半賞賞 為什麼呢 它只要出一半的錢 美國政府幫它出一半錢 那目前這個架構是目前往前的 也就是說 台積電它的現在的獲利的不好 從現在來看 2022、2023、2024是逐步成長的 而它最大的一個大跨步 會出現在3奈米的一個時候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台積電這時候 對投資人來說就很困惑了 為什麼 300多塊跟各位說 400多塊跟各位講 500多塊很多人說我啃不下去 聊到現在已經坐六望七了 出現跟聯發哥同樣的一個現象 那台積電說真的 我要回歸到現在跟各位談的 如果你在乎的是除錢除息的話 各位不要投資台積電 為什麼 台積電現在的殖利率 跟美國公債還更差 但問題是 台積電你要放眼的是未來 未來如果有一天 台積電它突然間回頭跟你說 我一年能夠賺超過30塊的時候 聯發哥的事件會不會再發生 為什麼 因為聯發哥很多人都說 怎麼可能會一千塊 各位今天盤中 你就看到了 ok 所以你覺得短期 這個台積電 不太可能會再創高 台積電以目前的一個殖利率來說 其實台積電真的非常貴 ok 很貴 這是現在大家在想的 到底是不是太貴了 張潔你怎麼分析 因為現在這個剛講 這個孟斯登利也特別熟悉 現在從代工 到IC設計 這些呈現是一種 半導體的通膨現象 然後通膨現象還會繼續 甚至毛利率有提高的潛力 你怎麼看 太貴了嗎 我的看法跟寬哥比較不一樣 台積電是無敵的 無敵的 台積電是無敵的 任何時候買 現在有事情無敵 對啊 應該是說短期間之內 那我想務實一點 現在的台積電 如果在這個前三年 平均配息的利息 利率是56 50跟70 我們姑且用 台積電精益求精 今年可以配70%來計算 那今年整個外資 我統計了19間 內外資 台積電大概可能是23 到26這個區間 所以你的配息率來計算的話 大概就是會有17塊的配息 那17塊的配息 你3%的話就是560塊 所以封關前 封關前大概是590 560 這個時候3%是還有利可圖的 那現在當然不要追 今天台積電漲了4%了 那你去追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台積電能不能繼續在投資 關乎著很多人的想法 第一個就是你分批 第二個部分 因為台積電 你對他要有信心嘛 所以其實你做一個分批布局 漲也買 跌也買 你先有一個部位 你先上車 先求有再求好 這是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稍微echo一下寬哥講 7000多億的資本支出 臺灣全年的國防支出是3000多億 簡單說台積電一間公司 可以買兩組天公飛彈 什麼熊英勇英號 全部的國防支出可以買兩組 所以這個部分帶出來的 未來這幾年 包括像艾斯摩爾相關的加登 或者是做矽晶圓這個光主義的重月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所謂的金鼎 整個台積電資本支出 帶出來相關的好的股票 反而是可以讓大家更去留意的 金鼎今天漲停板啊 漲停板可以追嗎 當然是繼續研究啦 繼續研究 我覺得加登的狀況也蠻好 那重月 譬如說去年已經賺10塊多 現在股價才100塊 對 那這個殖利率 重月大概都配8成 殖利率就有6、7% 所以張先生你剛剛說 其實台積電今天是不適合追的 對 但你又覺得長期還是看好 所以今年你看他 是 不要入我台積電 我用 長線一定好 我用國泰投信董事長張錫 是我個人陳大哥 他說是7百塊 7百塊 所以我認同 7百塊很快就到了 不一定 不一定 但基本上我覺得 就一步之遙 基本上 基本上是7百塊是看得到 今天是說在663 對 這個總你怎麼看 這個台積電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孫子 你孫子 對 有台積電 去年9月28出生 我就開始把它做這個教育基金 但是就是買十幾股 我從448開始買 現在平均價格是517 買的平均價格 現在是600多塊 孫子要報好 金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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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有錢的 說真的 但是我買他 不是買整張的 因為對一個小孫子 一次買一張還得了 六十幾萬 對不對 所以他是買零股 每個月買一些零股 至於說剛才兩位大哥講的 對未來是看好 不是為了配息 他如果這個整個來講 資本支出也那麼大 配息也沒有減少 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所創造出來的 他的相關的東西 會更多 可是證明你是買500多塊 現在600多 對517 對 我平均價格是517 現在你覺得還可以買嗎 我會再買 我會再買 但是是幫孫子買 存股 但是不是為了儲蓄 因為我的特性是這樣的 在三十幾年投資經驗當中 只有兩種股票 可以做長期投資 一種叫做股王 一種叫做權王 就有這個 股王或是權王 當然現在股王 是在去年還跌了二十幾趴 對 但是權王不得了 在金融股 在去年整個來講還跌 你建議大家買個股期貨 個股期貨是這樣子 台積電現在做個股期貨 因為小資主 台積電個股期貨量也是很大 而且他還多一個 小型的台積電期貨 小型台積電期貨 跟零股又不一樣 他小型台積電期貨 是一口才一百股 就跟零股一樣 他保證率才十三點五趴 就好像買零股的價金 差不多是十四股 十五股左右而已 但是他是即時撮合 他量很大 所以你可以到報價平台去看台積電 而且他最大好處 第一個他可以當充 不像零股不能當充 再來他交易成本很低 因為企貨交易稅是十萬分之二 但是證券交易稅 以零股來講是千分之三 因為他不能當充 不能減半 所以算起來的話 他的交易成本低 再加上你的交易很方便 他即時撮合 即時說你是不是買零股 有些人都買零股 沒有錯 但零股他錯以現在目前盤中零股 是三分鐘錯合一次 但是呢 小台積電期貨也好 台積電期貨也好 他的錯合是即時錯合 即時錯合他速度就很快 所以他在這速度很快的話 你的價格就真的很貼近 台積電價格 不是三分鐘錯 這個槓桿倍數有多大 他槓桿倍數7倍多 做差價才能用 對啦 做差價 但是問題是說 對我的孫子不會是買零股期貨 不用做差價 其實善用這個個股期貨跟零股 是比零股好 我認同蔡大哥說的話 是 因為他成本低 他有換倉的問題 像今天17號 今天就要換到3月 對 所以這個部分比較 新手或是投資人 可能要做一點功課 但是他的這個 比狀槓桿大概是7倍 的確比零股 我認為比零股還好 OK 但也要趨勢是往上的時候嗎 當然台積電趨勢是往上 對 剛才講到換倉的問題 真的要做功課 對 為什麼呢 股票期貨的交易成本 講交易成本 是現貨的50分之一 所以你換倉50次 期貨換倉50次 也跟股票換倉一次一樣 所以他可以說成本低了很多 OK increase 厲害 就算了 也可以 usi 可以